根據主計總處公布的一百零二年 九月失業率統計顯示 一般民眾失業率為百分之四點二四 而在就業市場長期處於相較弱勢地位的原住民 根據新政院原民會一百零二年第三季 原住民就業狀況基本調查 九月原住民失業率為百分之四點九九 與一般民眾相較原住民失業率還是偏高 而且比第二季的百分之四點九五 失業率又升高了百分之零點零四 新政院原民會表示除了是受到大環境普遍影響外 還有原住民進到都會區工作的人也越來越多 但原住民尋求的求職管道有限 明年度會增加就服務員協助 因為在我們所顯現出來的是 因為我們的就業服務人力不夠 所以我們在明年度有增加在都會區的原住民就業服務人力 大概有十一個人左右 那這個會配置在都會區在五都 由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四條規定 各機關禁用原住民員工比例為每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 但是卻出現廠商找不到原住民勞工的狀況 所以原民會將會透過就服員為媒介 協助廠商找到原住民勞工 藉此也提升原住民就業率 而原民會主動透過人力資源網 原住民人力資料庫及原住民就業服務專員 為原住民族人找工作希望可以降低失業率 原民會期盼明年度失業率可以再降低 能不能達成族人都很期待 記者摩拉斯巴雜克台北市採訪報導